明天的天气可能跟今天不太一样 因为受到封面通过 以及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气温下降 也会有出现短暂雨的机会 接下来马上就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料 好 首先我们看到在北部地区的 基隆台北和桃园都整为应有雨的天气 16到19度 新竹也是多云有雨 而在中部地区的苗栗同样是下雨的天气 16到19度 台中 桑化 南投 云林都是多云 南部地区的嘉义 台南 高雄和平东 还看得到阳光 气温最低是7度 最高26度 而东部地区的宜兰 花莉和台东 多云有雨16到26度 至于在外岛部分的澎湖多云18到20度 基门和马祖是多云有雨 气温最低11度 最高17度 好 至于接下来未来三天 我们看到北部连续两天还是下雨的 再转为多云 而中南部大部分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 不过在东部和外岛 明过两天都有下雨的机会 好 我们再来看看雨夜气象 提供我们什么样的资料 这一夜我们看到在北部东北部和东南部 我们都有下雨的机会 至于明天在巴士海峡是多云 北部和南部也都是多云有雨 在北部和南部也都是多云有雨的 在北部和南部也都是多云有雨的 在北部和南部也都是多云有雨的